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星队是打得非常漂亮 在加时赛的五分钟里 最后的一分险胜福建队 而且是在客场 也是我们今年第二个客场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我们在上一场赢了之后 又来到了广东 来客场挑战广东莞银行 这又是一场硬仗 上场比赛 双星队是和对手福建打到加时赛 凭借万元查尔斯的绝杀 赢得了近两年来第二场的客场胜利 相信这场比赛也是会给双星队 在球队的试剧上打上一针强心技 但上场比赛双星队也是有损失 就是队中的大将7号尘开 在比赛中是遭到对手的犯规 他经初步检查是手腕鼓裂 很有可能这个赛季都无法再回到比赛场上了 今天与广东队的比赛 双星队首发阵容排出了空位是队长李光 其他的四名球员分别是蔡亮 里根孙胜月和外员查尔斯 这边又是王世鵬 广东队开场的四分全部是由王世鵬得到 广东队首发五虎分别是王世鵬 王生 董汉林 周鹏和外云一号哈德森 今年高科你看广东东队银行 他的状态和往年比又差了很多 目前是排在第三位 排在第三 他这个成绩差的原因在哪里呢 打到联赛打到现在广东队已经输了七场球 这和我们印象中的联赛巨无霸款队 这些差距比较明显 我认为打到现在输这么多的主要原因 就是他今年的对联赛的困难程度 估计有所不足 再就是在外援的方面他吃了些亏 赛季之初他的打了一场比赛 内心的主要外援哈里森就是重伤告别本赛季 当外援带着球队打 打了到现在打到过年前后 觉得这个外援不可失去换 所以说在目前的这个中国男人界联赛中 外援非常重要 他外援不得力 各支球 加上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的水平都在水涨船高 所以说广东队现在这个赛季 输这么多场球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他如果输给新疆队大家可有型股员 但是他输了七场球 对于中国男子篮球的长年的这么一支冠军来说 有点说过去 是 今年又输北京又输吉林 都是好多年不曾输过的球队 今年又不哪全输了 这么说我们今天客场虽然是很困难 我们又损失了前开员大将 实力上又不及他 又是客场作战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这场比赛一点几乎都没有 现在的广东队已经不是以前那支广东队 就是别人没和他打 比赛之前就感到先害怕三分 现在这个广东队就是 确实他仍然是一支强队 但是每支球队在和他队垒的时候都有想法 我们也许打好了 可以赢他 这起码青岛双星 今年我们在客场打新疆的时候 当然新疆今年是巨无霸了 没有人来撼动他 客场打新疆的时候 我们打得也不错 所以我们这支青岛双星队确实在打好的时候 我们还是对他寄予很希望 历史上广东队和青岛双星队 是在CBA交手过五次 广东队是四胜一负 青岛队在升上CBA之后的第一个赛系 就在主场击败过广东 那个时候能够击败广东 就说明青岛双星 当然了他这个是借了主场之力 我们今天的青岛双星要不要以当时的 刚升上来的那个球队实力要强了很多 要强很多 特别是我们两个外援 还是不错的 这也是赛前各大媒体在预测这场比赛中 比较一致的一个观点 就是双星队的双外援要比广东队的强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内的球员 能不能超水平发挥 因为广东队这国内球员的水平非常强 每名球员基本上都是国字号的水准 而看开场之后 广东队主教练吕春江 好像对双星队延续的也是比较透 他在王世鹏打了两个之后 接下来进攻都交给了内线 22号这个王征 用他来强打内线 连上扣了两个篮了 这也是双星队这个赛季 所暴露出来的一大软肋 就是内线的防守问题 我们内线缺高度 他就抓住咱们软肋了 就是说内线上是我们弱点 而他们内线像王征二是两米一六的身高 对 正好是在墙下 你看你看又打内线 还好这个时候他没打中 墙头三分 这头子有些勉强 这其他队友还没落位呢 这边莱斯特哈德森 广东队也是第二次更换的外援 是一米主持后卫 身高是一米九一 刚刚那个投篮应该说还是有准头的 建功底 对 他在大学时候是全纳西大学马金分院的 这个非常出色的明星选手 后来也是加入NBA 但是在NBA非常不顺 在NBA两年换了四十球队 总共得了四十多分 在这个赛季之前还和易行年做过对 今年的2011年的1月1号 打了在NBA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后 是被球队裁掉了 所以说现在才来到了中国南南职业联赛的赛场之上 这一场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后 这场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后 因为我们刚才就看观察广东队刚开场了 无论是主教练还是球员 他们表情都显得非常轻松 觉得这场比赛不过是力情攻势 是 但是越这样 越容易出错 越容易出错 而且一旦是这个 让我们把比分接近或者是反超 他们心态会有很大的起伏 越容易出现失误 对 冷门就这样产生的 包括足球和篮球一样 实力强的一方太松懈了 等一紧的时候 往往就紧不起来了 这个时候弱队一方是越战越勇 强队这边则是自乱阵脚 对 刚才看对位确实我们的内线身高上很吃亏 王征2米16的身高 我们的查尔斯报名身高是2米03 两人差了13公分的身高 实际上我们国内球员 在高度上真不缺乏 出了姚明之后 你看我们这个王征 我们现在看到王征也成长起来了 最近报的我们一个少年队 一个小队员 周齐 周齐 身高好像是也是2米 2米13左右 2米1314左右 但是初齐的好 对 就是有小姚明之称 所以他现在的状态 比他同年龄时的姚明还要好 还要出色 还要出色 特别他臂展特别长 因为姚明的唯一的缺点就是 身高有了 但是臂展不是很长 但是臂展超过了身高 所以这一点上 让周齐得到专家的一致认可 在NBA的好瞄的 而且周齐据说他的运动能力 跑跳能力要比姚明好 我们也希望年轻的周齐 不要过早的被媒体的这种推幅所影响 对 更多的练好扎实的基本功 好球 这个在王征面前摘一进股篮板的菜量 瞄了好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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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上这样不太应该 王世鹏 他是实力 实力啊 其实说到王世鹏啊 其实是更多的 哎哟 漂亮 真漂亮 这个隔着两名队员啊 单手战俘是Pico查尔斯 查尔斯和广东也是有渊源 早在这个在新疆效力的时候 和广东在总决赛上争过总冠决 还和杜峰发生过冲突 这个当时这个杜峰的这个炸伤门 两人这个打架在场上非常热闹 有过恩恩怨怨 一到这个球场打球的时候 对查尔斯来说 他是格外带着一股镜头来的 是 这掩护这一下啊 李光正好是撞到了王生的肘上 胳膊肘上这一下撞到是不轻 换上老将刘明涛 李根又是外围强行助手 这球还是不重 是没有抢狼板的 来价格门没有双心队员 后转身 才判判的是双心队 队员是拉人半规 11号周鹏 这名小将是这个赛季广东队表现最为出色的这个中生代选手 在入选国家队之后周鹏啊 现在他的这个进步和自信心是有明显的提升 89年出生的年轻队员身高是2米06 这个年龄啊和身材都不错 能不能打好就看自己在这个平时的比赛和训练当中自己的努力程度了 师傅领进门全修炼全靠个人 这点上是非常关键的 而且他的这个技术特点呢 也是我们国内球员比较稀缺的 就是他的行者比进攻要强弱 是在小新鸿这个位上 比较像以前的发一个张敬松那种技术特点 但他唯一的弱点就是太轻了 2米06的身高 80公斤的特点 这个 这个 以他这个身高 作为一名篮球员来说 体重至少要达到这个100公斤左右 对 这场上的没有根 有时候冲撞啊 他站不住 对 顶不住 特别打国际比赛 这个体重至少要达到 但是他的步伐好 肯定了 身清无厌 灵活呀 灵活 有力有力 有力有力 比教练用的时候 他怎么用 双星队这个赛季 其实打到现在 整体的成绩啊 还是让人满意了 赢了9场比赛了 而且这其中啊 也是经历过这个开局的不顺 包括中间的阶段 缺冰少将的这种连败 如果把这些这个比赛的话 踢出出去的话 双星队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卫老师你怎么看双星队这个赛季 你说对 这个赛季我们基本对他满意 现在这里唯一的就是有一个插曲就是这里面中间通过换帅了 这个换帅我觉得对球队这个影响吧 他是这样的 就是赛前呢 他是王伟丽整个掌控全队的训练 这个赛季前的训练是最重要的 你中途把它换掉了 再换一个江南修来 那么他赛前的这个训练 他完全是按照这个其他教练来进行 不是我江南修自己的意图 说我在这个时候来贯彻我的意图就非常难了 只能是边打边练边改 真正能体现你江南修水平的 如果下赛季还是他当教练的话 就看这个下训 这个下训就非常关键 下训搞好了 整个把他的思想啊 进攻啊 防守啊 都贯彻到位了 那么这个赛季才能 我想双星队会更上一层楼的 下个赛季 在就是客场打这个福建之前啊 我也是采访过张文特也问他 他说给他这个重新 这个从头来训练这支球队 会更好地把国内球员捏合在一起 再自己来选两个外援 这两个外援也不是他选的 自己选两个更适合球队外援 他说给他一年的时间 他相信这支球队在明年的战绩 会有一个更显著的提高 不过说脱胎换骨也差不多 因为我们都打过篮球 一个教练在这支球队 一年是不行的 要三年时间 就三年时间能把这个队 能磨合成一支 有自己思想的这么一支球队 才能达到 但是一年呢 加上这个也算一年吧 但不是纯一年 因为这个赛季前的训练 不是他来的 经过今年的下训 整个明年联赛会更好一些 对 这体育比赛需要耐心 特别是 相对来说我们的中国球员 对这种战术啊 这种战术思想的理解能力 相对牵弱一句 特别是更只需要时间来磨合 今年打到目前为止 我们应该说值得交的地方 也还有很多 当然包括上一场客场 我们加时的时候